大哥哥的心揉乱 嘿呦各位好 我是向游小队副队仁义Mr.Y 今天我们向游小队出发了 此次队长带着副队长俩儿 可开心的来到了陕西榆林 去了一个我们在北京很少去的地方 但来榆林特意去的地方 你们猜是哪儿 关于长城你们有什么样的记忆 长城绵延数万里 在不少的省份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比如像有居庸官 有巴达林 但我们今天所来的这个地方呢 是真正的塞外边塞 小队和天下第一台 正美台 如何证明这是天下第一台呢 我翻开了严随振制的小本本 据说万历三十四年的七月 那是一个夏天吧 对那是一个夏天 一位著名的明代学者 图宗俊 打了三场漂亮仗之后 奏请朝廷 要求驻守于林 保边安民生 监管护士 要说起原有啊 那也是那个神秘的老头 他说 在这红山上 自古就是蒙汉 来做生意的地方 你要是在这修了长城 那不就是断了兄弟俩的交情了吗 如果你在这修一个蹲台 在下面弄个小城 放上兵马 把这里边圈起来 化为蒙汉民交易的地方 城里发什么事 你都看得见 岂不是美在吗 所以其实他浓合了很多长城 自己本身的发展和历史 特别是他也成为了长城 其中的一个缩影的表现 这叫杜正强这位先生 2004年了 现在还差一年 就是20年了 要不要您回来以后 把这砖给擦干净了 全网喊话杜正强 这是石头 然后你现在看见的这个 有一些虚幻的这个 就是磨牙石刻 破灭刻 他通过这种方式出现在你面前 还是挺感到惊讶的 相对来说 仰刻 太好刻 这里是榆林红石峡 离开正部位台 坐车几分钟就可以抵达这里 这要从军事角度来看 倒是个不错的防御地形 看到这些字迹的第一眼 我就在想 这些字怎么写下去的 有知道的小伙伴请打在公屏上 从西夏国王李继千在这里埋葬祖先 明朝的沿随巡抚图玉石于子俊 凿石围绥 消灭了水寨中的强盗 再到古代驻守榆林的文人默克 留下的磨牙石刻 红石下见证了多少历史 又创造了多少故事呢 不过话说回来 无论是心里默念还是小声嘀咕 我都能感觉这些历代的文人默克 留下豪情壮志时的坚定信心 仿佛你现在就可以听到 他们气壮山河 响彻山谷的声音 在你耳边徘徊 你下面看见的这条河 就是 约翁的母亲所 登碗碗装饰 登碗碗 哈哈哈哈 你妈妈打你 你给哥哥说 你把哥哥的心揉乱 我天